在都等多久 虧你的職業 還是老師你到底要想什麼 哎呦 你不要這樣啦 你以為我喜歡四桃梅去 那如果不是你答應要上親 我不需要安排這段飯 不想來你也不要說一下 電話你也不接搞失蹤 我倒是講聽聽你到底有什麼苦衷 潘莉莉疾管槍事大罵 因為幫女兒周小涵安排相親 對方姓姓來遲 讓周小涵忙著安撫 其實兩個人上一回合做事 骨孫關係 她演我的孫女 嘿嘿嘿這次演我的女兒 我有個動作就是鼻子會這樣 她說媽咪 你為什麼跟我的演會有這樣的動作 我說不會吧 我以前從來不會有這樣的動作 我的戲裡面從來不會有 就是對我就很奇妙 第一天拍戲兩人就有奇妙的默契 潘莉莉跟角色一樣活潑 但戲外的她很開明 不催兒女結婚 我希望不是在讓小孩 在那種壓力很重的情況下這樣子 但是戲裡面我竟然給我交的五角力 交男女朋友的期間的時候 我不會給他們太多的意見 我當然會跟他們去聊 覺得說如果你們覺得適合 那就繼續開始交往當朋友這樣子 那原分就是到了 就是一定會在一起 目前單身的潘莉莉 也曾經有朋友介紹對象 但她說已經習慣一個人獨來獨往 那也不是算真的什麼很正式的相機 反正就是介紹朋友 大家見個妹妹要聊天長而已 但是就是我之前說過的 三次都說藝人 怕咬不及 那就是沒有緣分對不對 看待自己感情同樣很佛系 新年倒是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新劇當中觀眾也將看到 她跟周小涵搞笑又有愛的互動 TVBS新聞上面叫紅田一泰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